欢迎收看今期的视频大家好,我是阿姆熙 我们《鬼谷八荒》第十三集也上了热门 那么我们这第十四集如约而至 那么最近由于我和我老婆买了辆车 然后后面就会有什么上牌、提车等等一系列的事情 所以如果我们本期也因为大家点了三连而上热门的话 我保证只要我手上的素材一够就给大家立刻更新 那么现在我们来看一下游戏又更新了一些什么东西 最近真的是更新的非常的频繁 可以看得出来张三他们制作组对这个游戏真的非常的上心 很有诚意 但是更新这里写着他把倒进的难度给削弱了 我他喵还没打就已经被削弱了 好家伙,好歹让我体验一下吧 对不对,可惜了 除此之外上面这一大段都是在讲风生法又暂时的给改回去了 放生法期间又可以释放技能了 相当于是给风生法的玩家一定时间的缓冲 让玩家有缓冲期其实很重要 如果说一开始更新就这么弄的话 绝对不会出现这么一两千条的差评对吧 但是他已经改了 然后现在又给改回去 这种招令西改呢 其实也存在着一些问题啊 但是不管怎么样 还是能说明张三是看得见玩家的想法的 大家如果看了第十三集应该知道 我当时下播之后呢 看到了削弱天梯的公告 本想算了 但是越想越气 越想越亏 于是又翻身下床 刷了几次 整了个401弓的 所以说你们现在看到的就是一个用401攻击力 可以留到我们误道镜使用 上一期最后呢 我们说要刷汉拔送给我们的这本红书 但是呢 我了解了一下 目前这个游戏呢 有点bug啊 就是如果说你现在把这个红书给拿了 后续的这个夸服任务呢 会出现一些问题 那么我们这里的话呢 就稍微等一等啊 先升到误道再说 然后呢 再来做这个任务 那个时候呢 bug应该也就修复了 对我们来说也就不影响了 除此之外呢 我们需要在这个地方找一个新的门牌加入 比方说我们下面的悬木销门 然后呢一步一步提高我们在宗门里的地位 做一些宗门任务 买一些书拿去卖 缓解一下我们的经济危机 还要和其他门牌的人搞好关系 方便我们后面买书 等等等等一系列的事情 然后我们之前有两个道理啊 都是肉身被毁了 一个是宗冷霜 一个是马文 这两个道理呢 跟我感情都不深 我可以选择两个都救 也可以选择就一个 那么我们就先考虑就这个宗冷霜吧 已经过了11个月了 我们要抓紧时间了 在买单方之前啊 我们路过悬木销门 先来拜入宗门啊 这是一个剑法资质的门派 二品剑灵果是可以吃到620点的剑法资质啊 咱们现在是351啊 将近可以翻倍 顺便呢 我们在这城市里面买一下 我们化神器需要用到的一些戒指和这个坐骑 包括我们要拯救道理所需要的一些这个药方 这个坐骑呢 是1000角力和400魅力 对比一下我们身上的这个龙鱼 是高了200点的角力 低了100点魅力啊 角力第一啊 角力第一 至于这个上品燕宁戒的话呢 是90的背包上限和1200的封印强度 比我们原来的强上了不少 然后我们再把这些全部学掉 哦不对 这个金阳火流果和这个圣阳远质 这两个要360啊 暂时还学不了 而这两个东西呢 这是我们炼制救人丹药所需要的材料 那么既然如此呢 我们就先随便做点任务 然后等一等药灵 把我们的药材资料吃上去 再把这个药方学掉 做我们大笔的时间呢 已经到了啊 我们用1650弓和将近1100防 来检验一下这些和我们抢入门资格的人的实力如何 化成出应该都是化成出吧 咱们原因后的时候就可以吊打了 那么这些人才化成出的话呢 我们打起来应该是没有任何悬念 枪修 枪修的话让我们这个神通空了很多下令 更新之后左边啊 还有一些这个红门或者说对手啊 在那边观战啊 然后会说一些骚话 哦 他们互相打的话也会互相说骚话 此招威势如此惊人 此子未来不可限量 此子恐怖如斯 类似这个话对吧 第二轮 这个人是个什么修为啊 不知道啊 估计也是一个 没有枪修这个左右腾挪的话呢 三秒去世 果然是化成出去 人族圣体 好羡慕啊 人族圣体杀猪 什么 什么玩意儿 雷修 火 这个亲密度加的好家伙 好 那么下一来的话呢 我们就非常轻松的加入了玄墓销门 看一下益师大厅我们的宗主是个什么水平 悟到后期啊 宗主1800攻 1200防 好像和我们也没差多少嘛 这都是悟到后了啊 1500攻 1800防 等一下啊 1600 也就是说他们的防御只要低于1600我都可以打呀 对不对 我们的马戎也是到了这个悟到福气了 看到没有 1300攻 900防 但是我们作门里的那些悟到的都还不在作门里面啊 我们后面看到的话呢 可以向他们挑战一下 清风剑 有没有这个好一点的清风剑 悟到进万神剑 哇 我就整不到一本 橙色或者红色的清风剑吗 还戴穿透的那种 就没有 你知道吗 一直在找 一直就没有 慢慢来吧 我们慢慢找吧 有的是时间啊 接个击刹15 接一个 抢回宗门秘法 车音仪 这个车音仪不就在我们这个门派里面吗 也就是说 这个车音仪刚偷了书 就被宗门发现了 他还没有来得及 离开 我们宗门就已经发出了这个任务 让我们去夺回那个书籍 或者说 直接将这个车音仪斩杀 有这么方便的任务吗 当场偷过来 也就是说 我们的任务足复出户 就完成了 这车音仪呢 长得还挺漂亮的啊 我们偷完书呢 顺便再来偷个人 偷个新啊 我们这里 天道之气呢 准备的也挺多的 直接送他一个 然后双个修 完了之后 当场盗旅 天道双修 加盗旅 一套三连 顺便跟宗门的人说一声 谁敢做这个任务 谁就死 好吧 谁敢动我盗旅 直接死 在我新探出来的这个宁通阵 下面呢 有一个火木盗戒 看一下我们目前的实力 打这个盗戒 压力如何 我没有喝酒啊 不过应该没什么太大问题吧 这个怪物是什么怪物 长得像企鹅 你有没有感觉 对吧 就这个体态像企鹅 但是吧 这外形又像这个孔雀 然后这一批的话就是小鸡了 小鸡 它有个逆天改命 叫鸡中霸王 那鸡中霸王召唤出来的东西 就跟这个鸡中霸王的鸡很像 从这个精英冠的血量来看呢 我们目前来打的话呢 还是有点吃力的 这里怪物的强度的话 大概和没有削弱之前的天梯差不多 好像稍微强一点点啊 但强的有限 关于盗戒机制呢 我们后面正式刷的时候 再给大家讲解啊 我们这里呢先跳过 本次来呢 主要还是评估一下 盗戒的怪物实力 你们看这个王吧 吃我们一发神通 血都不掉 你们知道为什么吗 就是因为我们刚刚 这个词条里面有一个 所有单位死亡的时候 为周围的有局 回复15%的自身体力 所以说他周围的怪死光了 血都加到了这只王八身上啊 所以说显得他特别特别的肉 包括这些小怪呢 也是一样的 他们死一个啊 就会互相加血 所以我们后面正式刷盗戒的时候呢 类似于这种词条呢 我们就要把它换掉 盗戒的实力呢 大家也都看到了啊 不是特别难对不对 但是呢 这是因为他已经被砍过一刀了 砍之前的话呢 还是比较困难的 国队呢 就不继续把它走了 我们中途退出 这些电石呢 我们也还是可以拿走的 因为 刷盗戒这个事情啊 要花非常非常久的时间 反复来刷 才能达到我们需要的 百分百纯度的盗魂 而且我们还需要三个 所以说呢 我们留到化身后期之后呢 我们再来 定定星星的刷 七级固魂单 四千零石 我们给他买进来 他需要三十个 圣阳远至 三十个 助眼果 助眼果 这不就是青苹果吗 还需要十五个 金阳火流果 这个东西需要到 迷途荒漠 采集获得 或者说去打怪 这不就又像我之前 就我们那个 宗主老婆一样了吗 迷途荒漠 看看这里 怪物的实力如何 要学妖婆的话呢 是需要三百六十点的 这个 钓材资质 我没有那么高的钓材资质 所以说 就只能硬打 硬打的话呢 会少很多的掉率 这怪一点也不难打呀 是吧 好像精英怪的血 稍微多一点 不过呢 也大概就是 我们之前打的 那个天梯的 当然是那个 未修改之前 未削弱之前的 那个天梯的实力 一波打完 我们需要三种草草 一个都没有掉 好家伙 那我觉得 与其我在这儿硬刷 还不如去刷一下药灵 把我们这个资质吃上去 然后再把药方一学 因为我们这个道理 太多了嘛 基本上隔几年呢 就得死个道理 我们还不如 学好药方 以劳永逸 所以说 这两个跟我关系 并不是很深的道理 我们就放了吧 就放了吧 你们在外面 自生自灭吧 说不定你们 还有三小型人 让他们来救你们 我这个好男人 是对自己 有感情的女人 这种雨水 为什么每次说这种话 你都要进来啊 为什么都回进来 你怎么在说下来话呀 你说法呢 是我说这种话 你就进来了 我很少说这种话的 然后每次都被我逮到 对对对 都被我逮到一个小型的话 是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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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的是的 是的是的 平时我很正派的 你知道吧 我没看出来啊 真的 他们弹幕都都都都很歪的 我经常让他们 对吧 要忠诚 要专一啊 对对对 顺便看一下 这个化神区域的药灵 实力如何 居然能挺过 我一个神通而不死 怪怪 相当强了 相当强了 又给了一个奇怪的蘑菇 对了 好久没有给我们的精卫 吃蘑菇了 我已经准备了三根 三个蘑菇了 我们待会找我机会 去给他喂一喂 这小伙子怎么对我有点意见呢 还是我们自己走门的 那就给他送点东西吧 现在关于差的人 给他送点东西呢 是个好习惯啊 这样的话可以有效的降低 你的道理被击杀的概率 我就送了一个原因期的橙色小破戒指 你一个化神后期直接四颗 你不害臊吗 你不掉架吗 不对 我想起来了 他就是我当年一滴血斩杀的那个巨灵期吗 这么有缘分的吗 怪不得一个破戒指加了这么多 因为我跟他是固有 我点出了他功法上面的一些这个缺憾 你知道吧 所以我才在越级击杀了他 他对我相见恨晚 但是我呢 一直神龙见首不见尾 他一直找不到我 直到这次我们在宗门中相遇 我还送了他一个东西 他如获至宝 瞬间我们俩的关系 就上升到了三四颗星 相当合理啊 是不是 我蒙古显的这个神魂 已经是被我提到了三级 我并没有花这个资源 也没有花钱去生啊 就是打架 打架都能提啊 提到还是挺快的 我们目前呢 是加了100点的攻击力 而且呢 没使用三次绝技 可以召唤一次蛟龙冲击 对敌方造成8000点的特长资质伤害 并且还降低敌方的10%的伤害 去10秒钟 强暴了 我天哪 给大家演示一下 一条神龙划空而过 哇 帅是真的帅 而他这个绝技次数的话呢 是不同房间也可以叠加的 比方说你上一个房间放了两次 那么你到这个房间的话呢 只需要放一次 就可以召唤神龙 马荣要和我们过上两招 马荣也是 你已经误到钟了 你们他们要一个个也太快了吧 不过误到钟又怎么样 让维夫来叫 哎 不是 上来就把我自己封里面是什么意思 我吐了 马荣虽说是误到钟啊 不过呢 实力还是有限 实力还是有限 或者说我们对他男人啊 他实际上流行了 也是有可能的 每次恒春日的对战呢 我们的左剑都很吃亏啊 经常就打不中 但是呢 也实在没有办法 找不到紫色以上带穿透的清风剑 苍刃龙门宗主悟道 后期是我的仇刃 什么 1390点防御 1740亿的攻击 正好我又吃了一个无畏 加了10%攻击力 所以我现在是1650亿的攻击力 可以打呀 他为什么会是我的仇人呢 就是因为我们的钟冷霜啊 就是被他杀死的 所以说我们因为一些原因啊 不能及时救到这两个人 但是为他们报仇 是我力所能及的事情 对不对 哦 马荣不是 马荣是这个赖红利打死的 完了 忘记给他标记了 哎 被我抓住了 可以 哦 这是个刀修啊 刀修我们稍微小心点啊 有可能会被他吸上来 那他这不行啊 他这移动速度怎么可能去得上我 本来我就跑得快 他吃了个药 本来我就跑得快 我刚刚还喝了一个加移动速度的酒 哈哈哈哈 我得给他放复 我真放复 我还有神龙的神魂技 开启神法 远程风轴 哎哟 这是他的那个领域 领域又怎么样 你领域不能把我框进去的话 领域也没有用啊 对不对 再见了 南攻财者 我们进去试试看吧 这是我们第一次遇到领域啊 不知道他有多强 哦哦我怎么回事 这么强的呢 哎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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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哟 我刚刚只是想试一试而已 哈哈哈 我刚刚只是想试一试而已啊 如果我是三灵动身的话 我放一个绝技 如果说触发了三菱 他是直接刷这个神魂技吗 如果是那样的话 那三菱梦事件也太强了吧 他抹了他抹了他抹了 他应该要开那个领域了 你不开吗 你不开我开神法喽 那你没了呀 他为什么不开领域啊 白给 我的好友夏侯元奎可是物道尽强者 你若杀我 他必不会放过你 规拳神功 什么臭哪些 他就只有一个老婆 是物道后期的 寒颜松的 然后人际关系里面 有两个物道 两个化神 那么也就是说 我杀了这一个物道 会结三个物道的仇 那又如何 你敢杀我老婆 你就必须要死 人可以不救 仇必须要报 居然还掉了个地道之气啊 好家伙 可以啊 我用你掉的地道之气 砸在你老婆身上 在和你老婆双胸 我和你老婆叠道旅 哎呀 祭宗不是那个谁的 马云的 对对对 马云的儿子嘛 我祭宗也化神了 贵贵 说白了呢 就是我的这个儿子 虽说不是亲的啊 虽说不是亲的 这位道友 你的道理 他居然跟他爹说 他爹的情人很好 速去结交 你什么意思啊 你对你爹的情人 有什么不轨的想法 是不是 卢岩 我们极红派的宗主 目前是化身中期 哇 宗主你怎么了呀 怎么境界提升这么慢呀 啊 卢岩 看一下卢岩的人物故事 想念纪绍元 想念我的师父 还和我的师父 敬心说凶 你在干什么 卢岩 是谁 花费数年时间 浴血奋战 救了你的命 你却和我的师父 搞到了一起 我本来看这个 是为了看看 有没有 跟我有关的东西 因为我还记得 我当时说 如果说他做一些 让我感动的事情 我就取他过门的 结果我看到了什么 还和纪绍元进行切磋 哎呦 都是跟纪绍元有关的东西 不对不对不对 不对 这是什么 基于对爱情的需求 想和浮月月交谈 化成后 与我有关 来 有没有与我有关呢 还是有的 啊 在两年前 想到过我 然后送给了我一些 这个药物 除此之外呢 四年前和我双修过一次 就没有更多记录了 哎 四年 四年想到我的机会 还没有一年 想到纪绍元的次数多 这个和陀佛松 身着同样服饰的 敏若燕 悟到初期啊 主动 要和我们双修 正好我的心啊 刚被卢岩伤透了 而敏若燕呢 正好趁虚而入 我呢 由于沉浸的悲伤中啊 稀里糊涂的 就和他睡觉了 哈哈哈哈 哎呀 都怪卢岩 自从我知道我们那个宗主道吕 和我的师父纪绍元 私会之后啊 我看我师父就很不顺眼了啊 很不顺眼了 你别看他升到了这个悟到初期 居然连我的道吕都打不过 我到底也是悟到初期啊 哎呀 敢和卢岩偷情 死得好啊 天哪 这是我第一次看到 就是道吕杀道吕 或者说道吕杀师父 也就是自己人杀自己人 和我的女人偷情 这就是下场 哪怕我不动手 我的女人也会帮我动手 顺便呢 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目前的道吕啊 悟到化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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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化神化神 悟到化神 原因 结晶 巨灵 化神 悟到 化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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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悟到 结晶 悟到 化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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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因 化神 金丹 化神 原因 感觉有三分之一人都到悟到了啊 真的是莫名其妙 你知道吧 我们升化神都费劲巴拉的 他们怎么上悟到都上得那么快 这个叫蓬东的跟我们关系不好 但不是我们仇人啊 但是有可能会成我们的仇人 还是个悟到中的 那么既然如此的话呢 为了保全啊 我们盗旅的性命啊 所以我准备呢 也把它纳入后宫 三个 三个差不多了啊 来 当场双修 化敌为友 我有一套的 诶 等一下 这个人身上为什么会有个盗魂啊 这是我们中门任务的目标 你知道吧 我还没去打盗魂呢 先得了个盗魂 他敢打我 我已经给他标记了 你跑到哪儿我都可以 对吧 找到他 他身上还有五十五万零食呢 要把零食也投过来 我还记得我当年花了好长时间 把一个人上的钱全部投光 我那个任务会自动帮我标记 你们看到没有 他是不可能逃利 所以这个东西我们先不投 先不投 把这种什么惊魄之心的 他已经不敢给我打了 这样的话能及 我精力又不足了 我徒劳 回家睡一觉 接着过来偷 还妙啊 你们可以想象那个画面吗 一个化神修士 干着偷鸡摸狗的事情 干着干着突然发现自己偷不了了 说什么精力不足 然后腾云驾悟飞回了宗门之内 连续打坐五天 一个化神修士 连续打坐五天 再次腾云驾悟回到原处 接着开始偷东西 这个画面怎么越想越搞笑的 越想越搞笑 这个升级不加精力 还有什么恢复精力一定要五天的设计 反正也是蛮奇怪的 在修位比较低的时候还比较合理 到我这种化神居然还是这个样子 看一看他这个底价如何 这个-2的底价是什么意思啊 他就没有设计有人会去拍卖盗魂 是这个意思吗 我们给盗魂订一个19,400的底价 让他在前列进行拍卖 看看到底能拍多少钱 他居然能卖70多万吗 70多万啊 这个盗魂是我从别人身上偷的 无本买卖你知道吧 我感觉光靠这一个盗魂啊 我可以这个发家致富 真的 记住啊 田俊彦 他是一个化神后期的 他要生这个悟道嘛 他要盗魂 很合理啊 很合理 我们先来标记一下啊 省得他跑了 你是个富二代吗 他果然是个富二代 羽化的师父 两个悟道的爹妈 乖乖 他还有三个化神的子女 但是全部都死了 全部克死 好友也没有 那我直接把他杀了就可以了呀 东西不少嘛 全是我的 我可以明明白白的告诉你这东西 我都要了 先把盗魂偷了吧 省得这个 对 70多万的盗魂 70多盗魂 卖出去 偷回来 卖出去 偷回来 神经病啊 他居然疯了 他居然化身后期 敢打我化身中期 哎呀 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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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过也正常 任何一个人花70多万 买了个东西 然后就被人偷走了 肯定会爆炸的 对不对 哎呦 还给我40个这个 正好还不用我偷了 哎 妙啊 这二代如果我们 慢慢偷的话 偷一次几千 偷一次几千 这个效率特别低啊 就没有必要了 还不如直接偷这种 几万十几万的这个书 对吧 这怎么还有一个 我的仇人呢 你谁啊 我来送你根蘑菇 没有妹子会不喜欢 这个东西 他说他确实很 原来这个人是之前 被我击杀的 杀害我们道理的仇人啊 哎呦我给忘了 结果我给一具尸体 送了一根红蘑菇 什么玩意儿 什么玩意儿 我吐了 他身上只剩下 140个青灵草和48个 细叶怀剑草了 哎呀 要拿就拿光吧 好吧 来都来了 那你这就不能怪我了 你主动向我动手的呀 对不对 你拿20万我就不要了吧 好吧 我就不要了 省得他向我们的这个道理动手 你说是吧 哎呦 哎呦 你看看 你看看 不是我想杀他 你知道吧 他让我杀他 你看看 哎 我也没办法 对不对 他还没有任何的亲戚 没有任何的朋友啊 没有人跟我加这个仇恨度 哎呀 哇 他是让那个最后的叶子都被我打过来了 他算是彻彻底底的被我们给吃干抹尽了 哎呀 太惨了 什么玩意儿 卢岩被一个叫施文成的仇人给杀了 其他道理我们可以不救 卢岩 虽说他背着我搞七年三 红杏有点出墙的意思 但毕竟跟他乱搞的我们的师父已经死了 所以卢岩的话 目前应该还是只有我一个男人了 所以这个施文成他必须要死 而卢岩我们也必须要救 正好又出了一个药灵 我们把这个药灵打完 我们就有360点以上的资质了 就可以学这个药谱 然后打材料就非常快了 救下卢岩应该没问题 回到新隐城之后 还没打药灵 结果发现了这个染汁 这个染汁就是之前我们杀掉了宗主的老婆 我之前说什么来着 我说要把他弄到我手上来的 对不对 本来应该是他老公身上的那个天道之气的 但是我翻了翻背包 不知道被我送给哪个女人了 我们就随便送点东西 拉到三星也就差不多了 因为他有一个忠贞的特质 所以说在他老公完全生死毁灭之前 应该是不能和他双修 也不能结尾道旅的 没事我们标记一下 慢慢等 大家看一下 我这个资质已经是到三百六以上了 然后药方也学完了 这个暴率还是非常不错的 我们大概刷个五到十分钟就可以做出一个丹药了 比我之前救卢岩那可真是快多了 七级故魂丹丹 三十 三十 十五 火水我们需要加入三百 也就是说放二十个这个 下一个是水风三百 十二个 没错吧 是的 OK 放入炼丹 其实超一点也无所谓 只要你摁的好 我靠这么快 好像稍微有那么阴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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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阴� 在鹿岩之前有三 不 有四个盗驴都死了 我都没有去救 所以说主要原因是我们不太适合去救 因为我们单方没有打不出来 对吧 但是不管怎么样啊 鹿岩是被我们救了两次 对吧 但是呢他还红性出强 哎呦我真的是有点伤心 你知道吧 113 177 等一下 施文辰 有点耳熟啊 什么叫天王尼 啊 什么叫天王尼 也是一个天煞孤星 什么都没有 只有仇人 也没什么东西啊 那你活着干嘛呀 死去吧 我这里就三板斧 能活过我这三板斧的人 着实是不多 想跟我打的人 必须要撑过我这个神通 加上我的绝技 再加上我这段时间的超级加特里 当场斩杀 连报仇带救人一起完成了 我不知道他来到我们鹿岩的这个残魂旁边是打算干嘛 难道是想把我们这个残魂都打掉吗 也太夸张了吧 你说是吧 一丝圆魂 七级 顾魂丹 给我们的 炉岩送上 大家还记得我们上一次 拯救炉岩的那个场景吗 我觉得我当时都快哭了 你们知道吗 我花了好多年 费尽千辛万苦 浑身是伤的 拿到了拯救炉岩的药 而这次我们得到这个七级顾魂丹 其实非常的轻松 就没有当年的那个心境了 更重要的是 炉岩也不是当年那个纯洁无瑕的宗主 哎 物是人非 他说我是知心人 但我觉得你炉岩不是我的知心人 然后呢 我们再稍微双修那么几次啊 我们差不多就到达这个瓶颈了 然后我们突破一下化神后期 130攻87防将近3000血 看一下我们目前的一个裸装数据啊 没有任何的buff 1700攻1200防 还不错啊 我们这段时间呢 主要是干了这么几件事情啊 首先加入了一个宗门 然后呢爬到了大长老 然后呢做了大量的这个宗门任务 然后呢整了点书出来卖 但是那些书好像并没有卖太多的钱啊 还好我们偷到了一个盗魂 没两年可以卖上那么七十万块钱 然后呢用这些钱再去买果子 吃资质 然后呢刷各个门派的这个好感度 然后呢还打了很多的这个材料 然后呢还拯救了一下我们的盗驴啊 我们干的事情还是挺多的 干完这些事情之后啊 我们终于可以腾出手来 去打一下这个盗镜了 我们现在去打的话呢 盗镜的bug应该也修复的差不多了 诶 证证好好 我们就下一集 就是第十五集啊 给大家去打这个满纯度的剑魂 然后近身悟道 那么接下来我们开始说的 如果本期呢 因为大家点在三连而上热门的话 我只要手上素材一够 就立刻给大家更新 给大家看